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好 我是陈宝华 今天要教你们做 紙的豆风针 像这样的本事 首先我们要有这个纸张 这个纸张就是说 人家讲的是玻璃纸 不许就是两面玻璃 中间那一层纸张 还有要这个竹子 准备竹子 这个是豆风针的玻璃线 因为要画画的皮 还有它的墨水 还有那个浆糊 刀剪刀 黏纸这样 我们这个要画一个模型 是让我一个模型出来 要放出画 好 红针要好的红针就是这样 各式外的模型 像这样 他们都会像一样 现在我们要扶上 它的那个竹子 多风针要从它重新做起 黏住 等过来 这个竹子要拉紧一点 这个是给它固定 它竹子再给它跑出来 所以黏住豆一层 都有层保育来 根据它 就是刀剃之类的竹子 会给它 跑出来 比它固定 大概竹子才不会那么容易 拖出来 第一次多一張紙上 給它這個紙比較薄 給它多一層 比較耐一點 不會這麼容易就給它拉不夠掉 現在做出來就比較冷凡一點 接下來要穿這個竹子 竹子要涼汗也沒有平衡 所以這樣就是很平衡很優秀 這要放在這邊 放這兩邊 這個竹子不能到外面去 外面去這邊就排風不到 太小了變成不夠 現在要扶這個它的弧形的竹子 做了兩邊要多平衡 把這個竹子 另外下一邊 給它固定 讓你看到那個竹子會突出來 把它連出這邊 給它的竹子固定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風箏 製作風箏的過程 就是這樣 今年是新加坡慶祝50中年 所以我做一個SD50的工程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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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不要画好了 现在要来放这个线 放这个梯线 把蚝穿 两个橘子的中间 旁边 来个十字这样 转两天 给它固定 线才不会跑掉 现在的红针提线已经好了 可以放飞了 鸥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